嗨,大家好,我是Selly 欢迎大家再次点开我们的频道 荧幕前的您不论是婴儿潮世代 X世代,Y世代,Z世代,还是Alpha世代 都是多媒体的专业用户哦 其中还有许多人是重度网路使用者 不相信吗? 如果你今天出门忘了带钥匙 哎呀,可能会觉得还好吧 没关系,到时候再说 但是,要是你今天忘记带的是手机 无法随时上网 那可是会让你一整天都心神不宁 坐立难安 甚至就像是没穿裤子一样的慌张呢 日前呢,有许多的网路巨头 因为涉嫌垄断而被大家所诟病 美国前总统川普啊 也因为不满 脸书,Twitter,还有YouTube 封锁他的社群平台账号 而宣布他要自己创立一个 Truth Social的社群媒体平台 哇,预计要在2022年上架哦 他决定要挺身来抗衡科技巨拨的暴政 其实不止网路世界被控制 现今有许多的主流媒体 也被有心人士掐住而咽喉啊 而台湾的法税环境啊 至今啊,仍处在旧威权体制下呢 不知道您周遭有没有亲友 曾经被裹税局查税 在查账的过程中呢 常常啊,会被威胁说 诶,如果不想被继续查证的话 那就多少缴一点 这个多少缴一点 这个行为跟恐吓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实在不明白耶 国税局其实不就是一个为民服务的机构吗 为什么会变成合法强强民产的土匪呢 哎呀,这样恶劣的法税环境 要台湾人民如何安居乐业 我们请来那个工程师丁丁 一起来听听他的心声 主持人,各位语谈人 以及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在科技业担任的工程师 也是太极门弟子 从小体弱多病 长时间用中药条的身体 都没有起身 父母在朋友的介绍下 当太极门练气两生 觉得受获很多 所以在父母认为每一年后 也让我拜师等着师父练功 用了练功后 很快我的身体就有大程度的改善 真的很感恩我的父母 和我的师父让我重生 健康真的好重要 身心是联动的 身体好,情绪也会稳定 对于我的学业 与人际关系都有帮助 除了健康 也感恩师父教我明辨 对错,真假,好坏 要爱自己 做良心事,学会转念 这对青少年时期的我非常重要 师父在我心中放了一把尺 就让爱正当爱刺激的我 没有为了融入同才朋友 而去碰毒品 或做出其他不好的事情 但是遗憾的是 太极门这样的优良团体 却在民国85年 被候欢迎检察官 屋指示补习班 当时根据银行85年 水月28日 韩副检察官所冻结 与安居相关的两个账户 总共只有61万余元 而这个钱不是笃习班选费 也不是营业收入 但不夸人检察官 却在起诉书上面 捏造这两个账户金额 有32亿余元 国税局也没有调查 就直接照抄假的起诉书 开出天价税单 太极门是不老气功 出修行门派 教务部也三度公开证明 太极门不是补习班 但国税局当作没听见 刑事三省级法院判决 无罪无税确定 但国税局不理会法院不判定 竟然说法院长得不算数 继续对太极拔出违法税单 100年行政院召开 跨部门协调会议决议 不可以使用刑事起诉资料 并在海内外公告调查 禁施理性质 如果是证明 就终结权案 结果7401份声明 全部都是证明 和三省级法院判决的一样 依法就该撤销终结权案 记得公开调查那年 我25岁 不清清楚楚地写下 进程给师父的进尸礼 是证 不是不习办学费 但无税局尽量公开说谎 捏造声明表一般是证 一般是学费 完全睁眼说假话 我一直坚信台湾是亚洲第一的美主法治国家 但在亲身经历太景盟税务原案才觉得自己好杀好天真 加入法税改革联盟之后才发现太景盟不是个案 在台湾各个角落都有被顾税局霸凌需要协助的受在乎 在2018年邀请亲友连署税改宣言时 长辈表示他不敢连署 他会被顾税局算账 你问才知道 这位长辈他是不是连续四年被顾税局要求读税 他询问在税均机关上班的朋友这是怎么回事 该讲的税都缴为什么需要读税 他的朋友尽量回答 你缴就对了 问太多会被查更多的税 你缴完这几年之后 国税局后面会去换对象要求赴税 我听完觉得不可思议 国税局只是一个为民服务的机关 为何会变成合法抢抢民产的土匪 今天我站出来发声 不仅仅是为了太景盟 为了广大的受灾护害台湾人民 更是为了自己 当台湾政府不再依照证据 不再依照法律行施工权利 对台湾的经济影响是非常大的 经济萧条 但全台每年新增的 欠税欠费强制执行案件 从2001年的189万件 到2020的1431万件 暴增超过了7.5倍 平均不到两人就有一人 会遇到欠税欠费的问题 比例高得吓人 这上千万件的欠税欠费强制执行案件 有多少可能是被冤枉的 有多少被募须有的税干 逼到盛新出的问题 我在此呼吁台湾政府 为了台湾的永续发展 请拿出良心 以法行政 终结太景盟假案 表示改革的决心 让人民可以在台湾安属乐业 感谢大家 我的天哪 刚刚丁丁说 全台每年新增欠税欠费强制执行案件 从2001年的189万件 到2020年的1431万件 足足暴增的超过7.5倍 平均两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会遇到欠税欠费的问题 这比例也太夸张了吧 台湾的税务官员 征税的手段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税务实务上的事情 我们真的要多了解 才能保护好自己 也保护好周遭的亲友 接下来我们邀请到 从事会计20多年的财快专员莫莉 来跟我们聊聊他对抗乌龙税贷的过程 以及被国内外专家学者 号称法税228的太极门奖案 这前因后果究竟为何呢 莫莉 主持人先生朋友们大家好 我从事财快工作多年 跟许多会计人一样 都曾经遇过被国税局要求多少缴一点的问题 但是税就只有该缴与不该缴 多少缴一点到底是水下得令 这应该不合法吧 如果税务员有权利喊驾 那么开出勿容税单 认错测毁也应该是简单的事 为何应有所为而不为呢 是政府失去了耳朵 还是失去了谦卑呢 十多年前我办事入门练功时 我感受到的太极门 就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地方 当我听到有杨小鬼这种荒谬事情时 我第一个念头就是 太极门不就只有榻榻米 哪里来的小鬼呀 我无法想象一个国家 为何可以让违法官员 用尽所有的谎言 暴力烂权虚假 设举一桩无中生有的案件 却能够沉默25年 实作俑者 是怎样用精心机 倒卖人民稀有土地 未保口袋 没有惩处 却能相安无事并且高深 却让总统赞扬 对国家有巨大贡献的太极门 饱数冤屈 无端被一张非法 课税的税单 违法拍卖修行 道管预定底 这公平吗 后来 在法税改革联盟的 赴税人权宣导下 我终于明白 这一切都跟没有法员依据的 奖金有关 我相信 大部分的税务人员 都是善良的人 就像电视剧 有一句对白 不是因为人 值得相信才去相信 而是 因为相信 才能够生存 我认为 多数有良性的公务人员 并不愿意领奖金 但是为了生存 他们也只能相信 那些共犯结构 所制造出来的谎言 难怪许多专家学者 都提出 废除税务奖励金 才能够停止乌龙税单的生产 否则 国家就只会继续沉沦下去 身为会计 我当然好奇 太极门的天价税单 是如何算出来的 证据在哪里 因为我很清楚 太极门从而就没有税的问题 那一些 害人听闻的养小鬼 贾政人 引力含茶表 绿可白 涂改公文 连掌门人照顾余儿 61万 都能够捏造成32亿 谎言蹭蹭跌 追出高额的违法税单 那原本发自 真心成立无价的进食礼 尽量变成 商业交易的补习费 对一个清静的 气功武术修行门派 这个是多么大的污蔑啊 豪宽了一首 制造的太极门奖案 有太多的荒谬 违法庆祝难输 监察院 也很早就开始主动调查 我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大家就会知道 25年来 违法官员 做了多少无良的事情 98年 监委在调查 206份寒查表时 当时台北部税局局长林中元 竟然伪造文书 制作不时之太极门寒查表 含副内容归纳明细 自行增列寒查表中 所没有的栏位 增加寒查弟子 并没有陈述的内容 谎称弟子 赠予掌门人之禁师里 全部具有对价关系 篡改赠予者为灵人 谷税局 造假欺骗监察院 谎称没有一人说是赠予 如此 其上埋下 阴面证据 至今 居然没有被惩处 我想问我亲爱的台湾 为什么同样是25年 太极门一路走来 清清白白 干干净净 最后却是被违法拍卖土地 而涉案的违法官员 却是升官发财呢 我认为 既然从头到尾 都是非法客税 不管哪一年的税单都是无中生有的 应该直接全部撤销 并以违法税单为依据 乘处违法官员 并且向我的师父盗窃 向太极门道歉 最后我想说 每一个人都有梦想 对太极门地址而言 冤案没有平凡 修行地没有拿回来 我们的梦想拼图 永远就少一块 所以 我们永远不会放弃追求真理 一定会继续讨回公道 在此 我也要提醒 总统 及官员 耳朵一定要打开 要听听法税改革联盟 及太极门地址的心声 虚心 认错 改过 没有良心的执政 不仅犯下大罪 在历史上 也将留下臭名 让子孙 永远都抬不起头来 千万千万千万 要小心啊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依法纳税是人民赢尽的义务 但是 更重要的是 政府应该要依法克税 当人民遇到政府违法强征民产时 人民该向谁申冤 该找谁求助呢 被国内外专家学者称为法穴228的太极门甲案 其中又有多少无良官员违法滥权呢 一起来看看您应该知道的真相 管区跟我说 哎呀你就是我管区里面营业额最高的 多少缴一点吗 我从来都没有讨论过税 我为什么还要去多缴 多少缴一点的税 经济部认定我的股票是技术股 财政部怎么可以把它反成心之所得 然后要我四百多万的税 买卖不成立 结果国税局把之前的税全部加在我身上 我在死亡边缘 国家还不放过我 我一条狗家的人名字连我 台区我也没努力了 做生意已经很不好做 还要在这种税务恐惧当中 国税局要整你的话 你就完蛋了 所以感觉就是一个人被扒了很多次 好几次都从 想从我住的酒楼跳下去 我几乎对这个政府书记信心了 欢迎收看您应该知道的真相 我们从小就被教育 依法纳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 但是当政府的课税不公不义 甚至违法课税 人民该怎么办呢 台积门器工养生学会的税案 被许多法税专家形容为 台湾税法史上的228 因为这可以说是受害人数最多 规模最大的税务冤案 历经了长达24年的禅宋抗争 政府跨部会的协调 无数的法税专家学者的声援 但最后太极门的土地 依旧被强制收归国有了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 对太极门数万弟子来说 有如噩梦般的24年当中 究竟有多少官员的滥权独职 和丑陋的内幕呢 为您揭开您应该知道的真相 为了绩效可以查工强行拍卖 滥权为法的最难知性人民的财产啊 103年 五万 Metropolitan 你怎么知道呢 莫加的宾勒 些不 将来伏劫 家想没有 finds 小婦 《约我的太将》 粉丝 就好像要想 你如何 自己生的 違法居民 他有一個假案 太金門的稅務案件本來就是無中生有的案子 太金門從55年成立到現在 從來就沒有要繳稅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產生就六個年度的稅單 就是當初侯寬人刑事冤案的迫害 國稅局的發單課稅也是依照侯寬人濫權違法的起訴書 照抄裡面的內容完全沒有做任何的調查 就發單課稅了 所以他當初一共發出了六個年度的稅單 可是這六個年度的稅單到今天 經過刑事法院三審的判決決定 經過最高行政法院的判決決定 都已經認定太金門不是補習班 禁施禮都是正宇的地址的禁施禮 不是補習班學費 所以太金門根本就沒有稅單 也沒有納稅的問題 刑事罪定念頭也就是慶祝完全不是 也就是說你完全沒有據證 在完全沒有據證之下所合發的稅單 當然是不效的 他應該要主動的感覺 然而國稅局當年依據檢方不實起訴書 開出的六個年度稅單並沒有撤銷 甚至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新竹分署 還強制執行拍賣太金門位於苗栗山區的太金門道場預訂地 王法裁判怎麼可以執行 這個就當你明明知道說這個死刑犯這個判決是冤案 你還硬要把人家抓去槍斃的道理是一樣的啊 你不幫他平反你國家就有錯了 你國家還錯上加錯還把人家殺了 感謝專家學者們挺身而出為正義發聲 太金門位於苗栗的休息勝利 在去年二拍流標後 竟然違法省略第三次拍賣程序直接收歸國有 陳志勇教授說 這根本就是政府設計聯手共謀搶搶民產 然而政府公然搶奪民產的事件不斷上演 農田水利法在今年7月在立院零食櫃三讀通過後 全國17個農田水利會從10月開始改制為公務機關 水利會超過700億元資產現金 以及1200多億元不動產 將無條件由國家蓋垮承受 21世紀的民主台灣竟然會發生這種事情 我們一起來聽聽前台南縣長蘇煥志先生 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其實最近很豐盛的就是我們監察院成立一個 國家人權委員會 監察院長陳菊他還刻意的成立了國家人權委員會 把他當作他作為一個政治幻 作為一個在戒嚴時期被迫害的人 當作他人生追求人權的一個理想 可是就在這個當下 不只是太極本這個個案 我最近處理一個個案 也是非常荒唐離譜的 就是有關水利會的事情 那麼最近小英政府要把全國17個水利會 155萬的水利會的會員 超過100年以上的歷史 如果包含清朝時代算起來 已經超過300年以上由台灣民間自發性 形成的灌溉團體 那麼在這一次的立法裡面 把17個水利會消滅 不是法律民文的消滅 是沒有民文的消滅 法律要消滅一個法人 你也必須要有民文規定 這是憲法第23條民文規定的喔 你要消滅一個法人 你沒有民文規定啊 這是違憲的 但是這一次就是這樣 沒有民文規定 消滅你17個水利會 這還不是最奧版的呢 最奧版的是 他的第23條怎麼規定 水利會的財產呢 全部由國家承受 現金700幾億呢 總資產才過幾兆呢 這些資產呢 都是這些農民的歷代的祖先 出資投資出工出力出錢出土地 變成水利會的財產 國家沒有經過徵收的程序 只有一條法律 連徵收公文都不需要 一條法律 全部變成國家的 21世紀的台灣 全面執政的民主政黨 竟然可以幹這種事情 然後台灣的社會也沒幾個關心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最近剛發生的 法案剛透過 10月1號要正式的接管 然後要成立農田水利署 沒有法律依據 沒有一個條文說政府 你可以成立農田水利署 隨便弄一個行政命令 農委會弄一個行政命令 就要成立農田水利署 這種21世紀 台灣民主一真成功 還能夠幹出這種事的 所以我想我要特別講的就是 台灣表面上 我們的民主成果 可是我們現在對人權法治的 基本概念 其實是嚴重的倒退 光復節剛過 在網路一片討論 是不是要恢復放假的同時 我想對台灣人民來說 光復這兩個字值得深思 台灣光復了領土 實行了民主與法治 然而現今的政府 真民主了嗎? 真法治了嗎? 今天透過線上的好朋友 以及專家學者們的分享 真的刷新我的三觀耶 台灣的政府 竟然可以不顧法税正義 成為搶搶民產的土匪 我想 解決 超時將近25年太極門假案 就是對台灣民主的重要考驗 最後透過這支影片 希望喚醒全民 以及政府 對人權法治的重視 良心是政治的最高指導原則 只要在上位者 願意傾聽良心的呼喚 面對錯誤 承認錯誤 還給太子們清白 這樣 就等於重新點亮了台灣民主燈塔 希望今天的內容 對螢幕前的您有所幫助 也請您按讚 分享 開啟小鈴鐺 謝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國安嚇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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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國安嚇唐 Gu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ere is the rogue government officials' conscience? Where are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What is the truth about the Tai Chi Minh case? Taiwan's Supreme Court found Tai Chi Minh not guilty of tax evasion or any other charges The National Tax Bureau an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relayed on their promise to reverse the tax bill The National Tax Bureau illegally auctioned off the sacred land of Tai Chi Minh The land was illegally taken into state ownership Where is the rogue government officials' conscience? Where are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What is the truth about the Tai Chi Minh case? Taiwan's Supreme Court found Tai Chi Minh not guilty of tax evasion or any other charges The National Tax Bureau and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relayed on their promise to reverse the tax bill The National Tax Bureau illegally auctioned off the sacred land of Tai Chi Minh The land was illegally taken into state ownership Where is the rogue government officials' conscience? Where are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The land of Tai Chi Minh The righteous people are united with conscience To defend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peace The righteous people are united with conscience To defend justice, human rights and peac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